文字幕 李宗盛 音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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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是第三組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Lab17的一些討論 首先就是,這份資料是從課本的Example 所以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它主要有三個變數 第一個是Hospital,第二是Citement,第三個Dest 那分別就是它的當院 那Hospital主要有三個,就是分別是第一家123的醫院 那Citement總共有兩個變數,有兩個一個是1,一個是2 那在1的情況下是代表它的治療方式是control 在2的情況下代表它的治療方式是chemo,就是化療的方式 那第三個Dest就是當Dest等於1的時候代表是沒有死亡的 Dest等於2的時候代表是死亡的 那接著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題 那第一題主要叫我們配置一個就是只有Main Effect的Model 那我們可以從rOpt,然後它有給我們一些提示 就是這個model是一個independence model 所以我們直接從rOpt裡面可以發現就是 model3它就是一個independence model,就是我們要找的model 然後這是它的回歸係數,所以 因為它是一個person regression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將它寫成它的回歸式就是長這樣 這就是我們第一題主要的模型 那接著我們第一題的第二個小題 我們就要對於這些係數做一些解釋 那首先就是在結局項的部分就是4.5565 它的部分就是當我們的所有的變數都為基準的時候 它的平均次數 那這是它那個結局項的解釋 那Hospital2的意思就是 當我們其他基準不變的時候 Hospital2對Hospital1 就是Hospital2的平均死亡次數 比上Hospital1的平均死亡次數的取log值 那我們可以發現其實這個值是 就是它值是負的 所以我們取sponential之後 它的值其實是會小於1的 表示其實在Hospital2裡面 它的平均死亡次數其實是比較小的 就相對於Hospital1 那後面三題的解釋一樣 就是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 就是第一個就是Hospital3對Hospital1 在平均死亡次數它們比值的log值 那其他兩個解釋都一樣 所以第一題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接著我們第二題 第二題其實一開始要求我們先 將所有的2-way interaction 加入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到 在Hospital2裡面的model5 就是我們在第二題所要使用的model 那就是model5 然後它第一個小題其實想要我們找 就是可以描述就是Hospital跟DAS 還有Treatment跟DAS之間關係的係數 那我們可以知道在Person regression裡面 2-way interaction 像它一個意義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logR值Ratio 所以logR值Ratio其實就可以來描述 變數跟變數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藉由看它是不是有覆蓋到儀 覆蓋到儀來判斷它是不是有 就是有沒有相關性這樣子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看這三個 就是會是我們第一小題主要看的係數 那它叫我們看完係數 它其實要求我們要對它做一些 就是找它的confidence interval 所以我們就直接對這三個面數找它的confidence interval 所以就是根據課本的公司就是 它的估計值加減它的1.96倍 就是我們在95%清水值下就是1.96倍 在乘以它的標準差 因為它原本是取log值 所以我們要再把它取成exponential回去 所以算出來的值就是它的confidence interval 那主要就是三個confidence interval 我們可以發現在hospital 2跟hospital 2的情況下 它其實是有覆蓋到1的 然後在treatment等於2跟dates等於2的情況下 它也是覆蓋到1的 表示它們之間是有覆蓋到1 就是hospital 3其實是有涵蓋到1這個值 代表它們的關係性其實可能就是 會涵蓋到就是 就是它們可能是一個沒有關係性的變數 那這個跟我們前面所看到的 它們後面的顯著性其實是有對應到的 就是只有hospital 3跟dates2它其實是 它才有相關性這樣子 那這是第二題的第一個小題的部分 那在第二題就是要我們用likely ratio去fit model 然後這邊簡單來講它就是要我們去看 就是使用goodness of fit test來看那個model是不是好壞 那在goodness of fit裡面 我們的假設其實h0是這個model有沒有 這model是fit很好的 然後我們hA才是就是model是fit不好的 那我們直接從它的logelikely ratio裡面 我們可以藉由公式算出來一個它的減定值 然後它的減定值就是它的dvn值 所以我們算出來就是5.168 那我們算出來這個值它其實是會服從卡方分配的 然後它的degree of freedom就是 兩個模型它的參數個數相減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兩個數據 我們就可以算出它的pValue 就是1-它的卡方值就是0.07547 反正就是會大於我們hA等於0.05 那我們前面講過就是 我們就是h0是我們會接受這個 如果我們沒有拒絕h0的話我們會接受這個model 我們會用這個方式來檢定模型的好壞 那就是我們要先找它的expected value 跟它的abserved value 然後再使用卡方檢定 那一樣就是它的假設檢定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記得就是在goodness of freedom裡面 我們有兩種方法 那這就是第二種方法 就是我們要找它的g2 那找到g2因為課本其實是給我們 他們的觀測值了 所以我們要再找它的期望值 那期望值我們就可以從課本裡面就是 一個一個帶進去算它的就是 在hospital等於1 然後dates等於2的情況下 kemo跟control的值 那就一個一個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算出它的個別的期望值 這邊就 street interaction的相就是沒有 那這公式一個一個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找到它的期望值就是最右邊那一行 算下來 然後我們就用剛剛講的g2的公式 就把它算出來 會發現它等於4.198743 那就是跟我們用divian算出來一樣 它是一個服從卡方配備的值 那一樣在加拿帶入我們就是pvL的公式裡面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它的pvL是0.12 然後一樣大於0.05 所以跟我們第二題的結論一樣 它是會接受我們的hypathesis 所以代表這模型是配置良好的 第二題的追尾小題它的結論就是 這兩個做出來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會發現它 我們要檢測的model其實都是可以很正確的描述我們的資料的 那接著第三題它只要比較我們剛才在第一題用的model 跟第二題用的model 然後並且就是用model的形式來寫下它的nodehypathesis 跟它的那個參數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是我們第一題使用的model 那這是我們第二題使用的model 它其實兩邊插在它的2-way internal選項 所以我們想說這題要比較 其實就是第二題使用的model 相較於第一題使用的model會不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是看它的最後的2-way internal選項有沒有等於0 那原本的h0的假設應該是這些變數都等於0 那因為它是要我們使用model的形式 所以我們就直接將這題的nodehypathesis 設定為model3 那它對一假設就是model5這樣 那它的模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接著就是用likely ratio來檢定 那一樣就是直接算它的dvnc 就是它的兩個resigualdvnc相減 算出來這個值就是會附同一個卡方值 那它的degrade of freedom 就是兩個模型的參數個數相減 那所以一樣就兩個模型會差五個變數 所以它們算出來pvh會非常小接近於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當成0 然後pvh會小於我們的α等於0.new 所以我們會拒絕我們的nodehypathesis 表示就是model5就是model5的interaction項其實是存在的 那就是我們第三題的部分 那第四題就是要比較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跟2-wayinteraction項的model的 它們的相似處跟它們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是logistic regression 所做出來的model 下面是我們用pathesis regression所做出來的log linear model 那我們可以發現就是 它們在有一些係數的地方其實是長得一樣的 那我們就去探討為什麼它的係數會長得一樣 首先在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 它的這個變數的解釋其實就是一個 當你haspital等於2的時候 你對於haspital外的那個log as ratio的值 那這個剛好會對應到我們2-wayinteraction項 因為2-wayinteraction項我們在上課學到 它也是一個log as ratio的解釋 那這兩個部分的解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它們的值才會長得一樣 那其他的類推就是都會長得一樣 所以就是在它們相似處的部分就是 它們在log as ratio像 可以解釋log as ratio像的這些係數它們其實是會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它們的係數是 就是在解釋某些部分的係數是長得一樣的 它們所解釋的意義是相同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上課有提到就是 我們說pastore regression它其實會給我們比較多的資訊 那我們就直接從model裡面來看 其實我們這邊所佔的係數比較多 相較於那個logistic regression 那它就是它們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pastore regression你會得到比較多 就是在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沒有得到的係數 例如你這些其他變數它們main effect的個別的解釋 還有其他一些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沒有的 交互作用上的解釋 那這是兩個差異的地方 就是pastore regression會給我們比較多的資訊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比較兩個saturated model 你用logistic regression跟你用pastore regression所做出來的 那會跟剛剛就是一樣就是 就是它們在含有你要解釋logr regression部分的係數 其實都長得一樣的 那一樣就是在pastore regression裡面 我會得到比較多就是 資訊就是一些main effect的資訊 還有一些在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 沒有的interaction要的資訊 那就是裡面兩個差異地方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